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战亚的传说皮肤黄金白羊柱近期即将上线 而目前已知的圣斗士皮肤有三款了 而这三款黄金圣斗士皮肤都是传说级的 每个都有各自的回生特效 那么他们之间谁的回生特效更好看呢 今天我们就来做个对比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看后裔的黄金射手座 它是首款黄金式斗士皮肤 它的回生特效感觉比较简单 就是站着然后飞一飞翅膀就完事了 接着来看达姆的黄金狮子座 它是第二款黄金圣斗士皮肤 而它的回生特效也是比较简单 就动动拳头就完了 最后我们来看张良的黄金白羊柱 它是第三款也是最新款的黄金圣斗士皮肤 它的回生特效内容就比较丰富一些 就是和它徒弟贵贵一起修护天马圣衣的场景 所以综合来看还是张良的黄金白羊柱最好 毕竟有多一个人做配合 那么小伙伴这三款黄金皮肤 你们更喜欢哪一款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张良的传说皮肤黄金白羊柱近期即将上线 而目前已知的圣斗士皮肤有三款了 而这三款黄金圣斗士皮肤都是传说级的 每个都有各自的回生特效 那么它们之间谁的回生特效更好看呢 今天我们就来做个对比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看后裔的黄金色手座 它是首款黄金色斗士皮肤 它的回生特效感觉比较简单 就是站着然后飞一飞翅膀就完事了 接着来看达姆的黄金狮子座 它是第二款黄金圣斗士皮肤 而它的回生特效也是比较简单 就动动拳头就完了 最后我们来看张良的黄金白羊柱 它是第三款也是最新款的黄金圣斗士皮肤 它的回生特效内容就比较丰富一些 就是和它徒弟贵鬼一起修护天马圣衣的场景 所以综合来看还是张良的黄金白羊柱最好 毕竟有多一个人配做配合 那么小伙伴 这三款黄金皮肤 你们更喜欢哪一款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